学会一样东西 就是很清楚地知道 当下的心 是不能够掉进贪嗔痴 当下的贪嗔痴是没有借口的 这种心态非常的重要 这种学习心态保护你 在任何一个处境之下 不给自己的贪嗔痴找借口 因为你们未来的生命里面 一定会有恶业的成熟 一定会有考验 总是有的 一定会有一些表面 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会发生 也一定会有一些 冤枉毁谤不入 这些必然会发生 所以你要有那个 心理准备进面的生命里面 那种表面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这个最好的训练 就是能让自己的贪嗔痴 不要有借口 其贪嗔痴就要盖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这个训练 让它成了你的性格里的一部分 你的心的一部分想法 你的性格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让它融解你的习惯 不要有一种习惯说 谁不对谁不对 是我们有 我们可以知道 谁有这样的习惯 谁有这样的过失 谁有什么不对 但是不管别人 怎么不对都好 你 我们刹那的一个 时刻的诚恨心 长诚词都不对 至少这个想法 做到做不到 是另一回事 但是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一找借口了 就完了 你一把不对 讲真对 那思想 正经就没有了 所以我知道 真的要做到一次阿罗汉 彻彻底底 但是至少 至少 你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说OK 这是OK的 这是不可以 这种想法 其实这种训练很重要 你如果就养成这样的训练 那么 那就很好 未来你一路上学习 这路上都会很好 你就算是什么样的 因缘 国报 什么样的刺激之下 你都不会再给自己 造新的苦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 不要以为它是小的训练 不要以为它是 很多人 拜都拜在这里 跟你讲 大多数的人 都是这样都逃不了 可是以为自己 有理由生气 有理由恨人家 有理由这样 有理由那样 都不对 别人错得再离谱 以及起怨恨 其那个贪真 此理都错 然后第二点呢 另一点 跟这个也是明确相关的 就是 当你的感受不舒服的时候 不可以相信自己 当你难受 你不喜欢 不爽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相信 自己的判断 往往我看到 错得很离谱 这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太相信自己的感觉 特别是自己感觉到非常 在最夜低落的时候 夜固执 这是非常恐怖的现象 你夜低落 这时候你应该更谦虚 可能会错 这就是夜不好 算了 这个时候不要想东西 这样就过去了 但是呢 往往我们看到 越是低落 越是夜不好的学生 他们越固执 他越肯定自己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么往往 只要有这个错误的话 他就一直掉了 你经不起一点的打击 只要有一个打击 一个过失来 你就连环错 连环摔 一个错误 一个 一掉再掉 其实很多时候 掉一下 很容易就可以爬起来的 因为这么严重 也没这么恐怖 但是呢 因为那个心 所以这个要 特别小心的就是 当你的感觉 不良好的时候 不要相信自己 那么你就能够 避免 一掉再掉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 一点小小的 不好的 劣报 果报 要成熟 忍一忍 那就好了 然后至少 不要再照顾 那就好了 但是呢 如果你在心里面 对任何人 有什么不满 怨恨 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 真的 你的知觉 肯定是扭曲的 就算是 可能你有判断正确 但是呢 那个知觉 一定会加重 没有这样恐怖 也加重 恶化它 而且呢 如果我们心 对别人有怨恨 我们就没有可能 有扭转的可能性 而且东西就是 越来越早 而有一种想法 众生就算做错 他无名 他做错 那也是他的 无奈 他也是他的可怜 你要这样子想 众生做错 他有他的因缘 他也有他的无名 就像我们也有 我们的无名 我们也有我们的错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如果你的心 对某某人有怨恨 不满 觉得他很可恶 还是什么 那有些时候 这些就会 带来很多负面的 那个反应和效果 这个不容易 把一个魔想着这天使 这也是一件 这不真实的事情 但是你就是要 训练出这种能力 明明你知道 人家会给你找麻烦 或者是什么 这个人有缺点 但是你就可以包容他 或者是 至少 就算你不能跟他相处 这个人 睡在旁边 就像蛇 你不可能跟蛇 睡在一起 但是呢 你不可能跟一个 新子睡在一起 你不知道 他几时半夜起来 可能爬到你头 在你不小心 睡觉的时候 惊动到他 他就被把他 搬过来 向你射你的射阻 但是呢 你可以在心里面了解 其实是 但是这蛇 这些 他也是有他的无奈 他也有他生存的需要 他也有他那个 追求快乐 远离痛苦的心 所以这种心要有 这种心要有 我们不是教你说 包容啊 慈悲啊 慈悲到你 放一大堆蛇蟹 在你的房子里 跟你一起 床边 绕着你睡觉 当然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在 在菩萨本身经里 菩萨也说过 这种东西是危险的 你以为那个蛇 你把他养大就好了 但是某一天 某一个时候 你不小心 碰触到他 他就把你咬死 这个是在 菩萨本身经里 有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些不听 菩萨讲的 那就是 以为 在佛陀时代也有 以为这个 蛇很好 拿来养 有一天 你一个不小心 忽略了他 饿了他 那么呢 有一天 他就跟你不开玩笑 狠狠地咬一口 你死掉 所以这是一点 当然了 这是 这是一点 但是呢 你就算是 面对这种 很多的蛇 很多的蝎子 你还是有一种 慈悲的心 因为你冤枉他 你也不好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智慧 这是非常重要的 智慧 和慈悲 所以 当你的心里面 就算是别人 真的是 这个因缘 这个是蛇行 但是你去恨他 你的部体就不对了 你讨厌他 你就不对了 你可以说 其实这个不是 可以相处的 但是呢 你不可以去恨他 讨厌他 怨恨他 都是不对的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生命的道理 要跟你们讲 就是希望 大家多省觉着一点 因为这个以后 会保护你 你走到哪里 跟任何一群人相处 你一定要 人生不能够 有一个幻想 我跟哲业在一起 我从此去再也没有烦恼 我在恶业 从此不再成熟 不可能 所以为什么 已经知道了 你们是没必然 会遇到考验的 已经知道了 你们中医里面 一定会遇到不如意的事 也一定会遇到不合理的事 就是表面不合理 从究竟来讲 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就算有人要 那个鞋子 要射你一下 摇你 叮你一下 那个舌要摇你一口 其实呢 你我看 无死以来的姻缘里面 它也有它合理的意面 当然我们这种 也是小不玩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因为小不玩 我们不可能 天天走到蛇蟹之中 来消瘾 我们就是最好散开 能散的就散 没有办法被咬到了 你就不要苦恼 也不要怨恨 但是能散就散 因为我们就在我们 让我们的善业成熟的状态之下 快快累积善业 快快累积波罗蜜 快快成就生到生果 那么跳着过海 也不用等它消瘾 消不完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可以散的散 可以避的避 但是不能的时候 遇到了 真的是 吃了苦恼 那也就不要心怨恨 而这种心 这种教育很重要 就是要让你们 慢慢融进这种思维 那以后就无往不路 真的是消瘾障就消瘾障 所以 你心里对人家有怨恨 或者是不满 其实你不可以相信自己 很奇怪的 就是越是有怨恨心的人 越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 你的感受不好的时候 你讲起某某人 你的心里就不爽 那个不爽就是表示 你不可以相信你的直觉 也许他真的有 他可能有三十分的错 但是你的不爽 可以把它变成一百分 或者是七十分的错 那就不如实 如果我们有如实的心态 我们不要对人家有不爽的感觉 不要不舒服 那么你会很柔实 他有三十分的错 他也有 他有他的优点 他可能这方面不行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行 这个工作他做不好 可能另一个工作他会做得好 这方面他不可靠 两百万他可能不可靠 一百万他可能可靠 我们能够有要如实的智慧 你不能够说他那两百万他不可靠 一百一百万他就 不一定一样也不可靠 可能一百一百万他对他来讲不是诱惑 两百万才是诱惑 那么一百万呢 他就觉得OK 这个人还有一可取之处 对吗 小小的事情还可以信任 大致可能不能信任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这种如实的心态 很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会对人家一种夸大别人的过失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他也这个人也有三心 我们也认可 他也有他的恐怖的因应 我们也知道 所以这是很重要才能够如实 所以希望呢 就是要给大家这些基本的生命的教育 只要你们把这些法制的好 常常活在当下 不要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周旋 在那边转来转去 当下我们能做什么 就是这样子而已 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词 一个哲学和生命观 就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不是在那边怨恨别人 有一个人喜不喜欢别人 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怎样做得最好 怎样是最好的 如果那个人肯定要犯错 只能够让他犯五个错 把他捡到 还给他保留一个错 给他犯一个错的机会 如果你要做到 彻底底干净 可能你要把那个人彻底的消除 那一步 那个代价又太大了 又不对 也是太残酷了 可能就保留 给他犯一个错的机会 就是这样子 生命就是这样子思考 所以任何一个处境 来到我们面前 我们怎样做得最好 怎样是最好 而不是在那边 做我们那些合理不合理 该而不该 对跟不对的 一下对的辩论和真实 然后人家一个错 就给人家铲除到 那也不可以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 生命的态度 如果我们能够 放下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自我的话 这些东西是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的 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希望你们常常 把它挤在心里 融进心里 然后呢 我们的比喻 比喻这样子的心态 这样子的生命态度 那么人 希望你们 永将成一个好的 生命态度 然后你一定会活得好好的 生命态度 生命态度